眼前廢墟在靈火漫天前 是很多人的甜命家園 烧成灰燼的 還有居民對生活的寄望 此季第二次前往美國奧勒岡 梅德服侍中央裝學 遵守防疫新林格河發放 你們都驚訝了我 在告訴你們的禮物 美麗的布袋 非常感謝你們 我可以拿這個布袋 然後我可以幫助 你們幫助我 我會把我媽媽的殼墊放進去 我會帶來美麗的東西 已經改變了我的生命了 現在我都想去吃食物 我都想去吃食物 我懷騎身露營車的五口之家 RV嘛 其實是晚上是很冷 因為它是那個matter嘛 基本上是起不了什麼保溫的作用 所以我們就需要就是把那個熱門 給它還有很多的這些食物 跟那個布袋 放眼望去燒的金光 從火吻過後的停車耗製 才能依稀辨別 這裡原本是座消防站 奧勒岡另一頭 發生在9月初勞動節的 假日農場大火 燒毀6萬8千多公頃面積 3天前 3天前 我們能夠停止火 辭職志工 前往當地僅存的消防站 為12戶一宵家庭 發放限制卡及物資 我只想知道 你不會瘋了 你會有全國的支持 打火弟兄他們住人 他們也受災 這份及時相請 讓鐵漢無後顧之憂 帶新聞珍珊美之工 美國綜合報導